大家好 大家聽我的聲音 都知道是那些睡到不知醒了 然後突然間被老闆急召 假裝是醒了 叫做準備了 很明顯我現在坐在床上 上早又回到哭路線 真實又有殘酷 星期日 星期早上都不摩 現在是10時9 我就火屎撲撲氣 痴撲撲 好生氣 生氣什麼呢 本來都想跟豬隊友說這個 topic 但是鑑於別人身份尷尬 甚至有親戚朋友聽到 又不是很肩膜的情況下 都不想遇豬隊友說 先喝一口水 我也想弄一些直播 雖然沒什麼人聽 但是呢 都有一兩個朋友仔 可以留言互動一下 我最喜歡什麼 最喜歡當然不是握like課金 當然最喜歡你們留言和我吹吹水 今集主要是說那些 倫理 不是倫理 婆 又不是婆式的 親戚 又是這個 繼上次親戚的續集 今次就不是說那個有姑姑 那個不做事 那個已經是another chapter 今天說一個五十幾歲的人 都拖慢版的人 五十幾歲 絕對不是一個negative的標籤 絕對是一個代表你人生月歷 有多少生活的經驗 還有你做人做事的成熟度的代名詞 我預期五十幾歲的人 就要有差不多的行動力 治理能力 還有責任心 這三樣東西我覺得是很重要 做人做事的基本配備 我覺得 不是我的兒子 你不是我的兒子 現在是幼稚園 嬰兒班 然後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五十幾歲的婦人 她就去了外國 去了疫情三年 例如 本身她在香港的房子 都已經沒有繼續續租 當然 她回來想住哪裏呢 通常人們最喜歡說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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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的 回來就貼 那就好了 她本身那層樓呢 就沒有再租 那回來就貼在她的親戚那裏 那就住了 嘩 大大話話前後住了個半月 不聲其煩 超級多麻煩 帶給人家 首先她是一個白帽 沒有給金 沒有課金 喂大哥你住在人家裡 你給錢也好 給些財物也好 就是你要以物換物 而不是老鳳 紫一個鼻子就搬兩雙行李走進來 然後呢 她是帶著一個小妹 那我都不怕家醜我羊 首先你們真的認識我老鼠 你們也不知我講誰 所以我畫龍畫虎 畫得這麼出 那就好了 她是帶著一個十歲的小妹 那十歲的小妹 原來去了外國 有一些叫做社會的射孔 就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香港人未必認識這個詞 在中國大陸就有一個射牛射孔 社會的射 射鳥射孔 什麼叫射孔呢 就叫社會恐懼症 她好像已經是去了外國幾年 不懂得與人截物 代人截物的位置 或者怎樣去拿一個正確的態度 她一不對就黑臉 她是對所有人黑臉 直到你們買禮物給她 又或者帶她想去玩的地方 又或者你們整班人看著她 她都是不會自己拿下台街走回來 她會保持著全日黑臉 大佬我不是你媽媽 我不希望要吃你的貓麵 連我的兒子 四歲多都會說 哎呀誰誰的姐姐 整天都是生氣 我不喜歡跟她玩 喂如果連小朋友跟狗也討厭你 那你真是一個仆街 我只能夠這樣說 那就好 說回她媽媽做些什麼 她媽媽呢 這次呢 本來呢 星期一就打算回去的了 咦 怎不知呢 突然間人家不走 喂 我放暑假 我讀書的時候 都有做過這些仆街的事 即是什麼 我爸爸幫我訂張機票 九月一號之前那星期要回去開學 我家老夫鞋都不夠啦 我當然是改改改 extend兩個星期啦 是不是 那又怎樣 爸爸在那邊閘閘跳 咦 我又改了機票呢 我多玩兩個星期啦 喂 那些是我對自己的不負責任 是不是 那我回來我有屋住啊 我有這個地方下腳 我不會麻煩到人家 那這個世界上呢 有些人呢 製造別人麻煩的人 就永遠不覺得自己是那個 trouble maker 不是懸咬那首sexy 很hot的那個MV 那他呢 就extend了現在三個星期 嘩 我們這些所謂的 是吧 身邊的人呢 一聽到 唉唷 真是頭都大 這個人呢 他就堪稱自己是一個 很注重衛生的人 所以他跟他的女兒洗頭 是要超過一個小時 那是什麼呢 嘩 通常呢 你除了是大樓家裡的 正常香港人家裡呢 你沒有千多兩千尺呢 都是只有一個廁所的 那人家那間屋 本身是住了Doremi 三個人 你和你的女兒呢 一個人晚上時間 一沖沖一個小時 即是黃金洗澡時間 已經沒有了兩個小時了 那人家去廁所呢 喂人家成年人幾十歲人 怎會啊 即是又不是行動不便 家裡不會有備用一個廟壺的嘛 避場探啊 可能有的 你沒有廟壺 叫人家老人家幾十歲人 是吧 忍延忍一個小時 這些呢 他完全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他是覺得 嘩 我洗澡你不先去 是吧 當然他又沒有問 那就此一了 第二 回到來明白的 是吧 在外國 你們說到呢 外國的月亮有多元也好 陰情圓缺 你又是思香 藥材 中藥啊 各樣啊 那些什麼茶包啊 蠟腸啊 就來中秋啊 月餅啊 整整就要 幾大箱寄回去 我呢 就是死窮鬼啊 死窮 那我身邊的人 都不是非富即貴的啦 那你 那你這間屋充其量 四百多尺 五百尺 他又將呢 幾個大紙箱呢 就鋪在路中間 然後呢 就說要撿 他呢 還要是我撿了 咦 今晚呢 阿姐心情漂亮呢 就撿少少 咦 但是呢 我明天 我又好像呢 有少少少的想賣 那我當然 明天才撿箱 那我這個箱呢 我就不撿住的 我要留回呢 我要不知買了什麼 什麼呢 我要是 撿好 買齊了 我才會撿的 那所以呢 這幾個箱呢 這幾天呢 過幾兩個星期呢 都要保持住 放在這個廳中間的 如果你是不是說 六十幾歲 你行動不便啊 直到腳 要打下打拐權那些 嗯 那你行那邊啊 你別走過來啦 喂 你還要去公園 坐下喝茶的啦 你還是晚上才回來的啦 所以你不要弄我的事情啊 你弄亂了呢 我撿的時候呢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哇 So amazing 喂 我真的不知道呢 丑字怎麼寫 因為呢 繁體的丑字呢 我的兒子也不懂得寫 当然啦,他简看凡看都不懂,说的只是催的,催大两麦的 所以有时做人不要叫做吃人gogo,台湾的Terms 本身预计了9月23号,我们又上去洗人民币了,没错了 一帮亲戚除了真的要买机票,还要是9月23号开了学的 不能够是那些扔头扔尾,大家一起飞那些 深圳之旅本来就想着如意算盘,你星期一走,我当然想着去happy一下 突然间天有,阴情缘缺,日有三水六旺 杀时感动都没那么感动,他突然间说不走了,come in,我也去 哇,真是平地一声雷,吓得我心仔吱吱吱跳 还不可以不让他去,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一个年长的亲戚,他不是很方便走 他就说了,以后你去什么台湾、日本、韩国、大陆 我都不去的了,那些什么深圳、东莞美食团、中山美食团 你都不要遇我,我真的不想走 那就好了,打算扔他在香港这儿,那就不要跟着我们了 一会儿才说他,为什么不想他跟着 那怎么不知呢,别人一向,我性格都嗨的了 我老爷奶奶都觉得我脾气臭点,把口坏点的人就没事 那些,我老爷都一向觉得我这么臭脾气,他都没什么两句 但是呢,竟然他都要开声,他说 喂,下次这两条福星,福星高照的财神爷 回来,不要回来香港,不要接他进来 大佬,真的请神容易送鬼蓝 搞到污烟瘴气,麻烦你们,姑爷仔奶这几个 去深圳玩两天,你请他去,带他去 我拜一下你,麻烦你阿里吉弟 你千万不要叫他在这里,你眼望我眼 我对着他呢,我就是几十岁血压高,撑不住的 别人是说到这样啊 但是我又不明白哦 为什么呢,常常说一家人一家人 阿珠都有的名言是什么 是这样的啦,那四个字呢 喂,我很喜欢,你有什么你说 我不论你说出来那个语言艺术是梁振英式还是林郑式 我要表达到一个message,准确到达 但是,你要解释到我的意思咯 而且,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咯 就说,喂,你走了之后呢 我踢那张梳化床,我会丢去换那张梳化的了 那个人说什么,他说 喂,为什么要换了去,很方便 第二天谁回来住都方便 喂,大哥,为什么你觉得人家 一定要打开大门接你住呢 那就好了,那说有斌周那个呢 就说,哎,就是中年 喂,我不要说得那么坏 一会儿又被你们那些人骂我梁博,说话扑街 几十岁人王昏暖,哎呀,我想说这个语言 喂,认识了个四十岁的,自己老母都不顾的 然后呢,小小东西都嘰嘰嘰嘰嘰,帮手呢 就是这些什么亲戚,有斌周等于没有斌周 那那个呢,终于拍了个码头啦 那出去住啦,哎呀,这个人果然啊 人入人鼠生鼠动,哎呀,又有一个这样的揭后语 真的不记得太激动了,说开又说 那他呢,喂,啊,哪个哪个出出去呢 就有间房闭出来啦 哇,以后呢,我们回来有房住 人家第一句就说,哎呀,那里很小的 你两个逼不下的,他说没所谓,有间房方便很多 就是,重要呢,他说,哇,你哪个哪个呢 那里不是有层楼的,没有人住的 我们回来就可以住那里啦 人家立刻说,喂,两百多尺呢,很小的而已 不方便给你住啊,他说,哎呀,没所谓啦 小小的,我们都是住下,回来住一头半个月而已 就是,所有东西呢,其实呢 最重要围绕一个核心点 我不是想说这个人有多沽寒 还有多一毛不拔 我带出一个中心点 大家评评你,我这样讲有没有问题 第一,你作为一个亲戚 你想打什么,no way,no way的 就是好像男人那样而已嘛 你说,喂,我不行啊 我昨天,我吊了猪道友 我说,喂,你全家,他是不是有问题啊 在我面前伸伸伸伸伸伸 对着人家,哇,好开心啊,好happy啊 喂,人家觉得,哇,你对着我这么happy 其实呢,是不是很welcome我回来住你家呢 是不是,喂,人家可以get到你 我一个message的哦 还有,为什么一家人不可以说呢 告诉你,喂,我真的不方便 你想另一个方法啦 我不是你啊 我不是你老爸老母老讽的嘛 就算老爸老母也不是老讽啦 那就好了,为什么我这么反感这个女人呢 喂,五十几岁人啊 她有长达十几年啊 我认识祝对男女的我昨天晚上呢 我昨天晚上呢,我突然想想想想想,哇,我认识过 我认识过的七年了哦,我不知道有没有七年之样啊 但我只知道我认识了她这么多年,这个五十岁长辈呢 是一份工作都没做过的 一开始呢,她说臭女的呢,那OK啦 她的女的现在十岁啊大佬啊 他是从他想着怀孕开始,他就没做事,但是他老公不是在买十几万一个月,是在买万多元在香港,万多元是一个什么水平,大家可能有那些大陆同胞,或者是马来西亚,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有,冰岛有一个听众,我很想去找你这个听众,万多元的概念就是在香港平均收入指数是两万多, 当然你是撇除了什么隐藏收入,被动收入,门报,门税,拿别人的币去报数,把钱全部进去自己,亲戚的币不算,那些货车司机,厨房,那些下篮那些钱又不算,的士司机那些小报楼报那些又不算,排面上有报税的两万多元是香港收入中位数, 我和猪队友不是大富大贵,起码我们靠自己双手赚钱,报税没瞒过你一分一毫,那为什么这些人,你不是有钱的吗,为什么可以不停地向自己的亲戚,左借借右借借,这个就是之前,说骗我,某一个长辈, 自己的老爸欠人几百个几十个,然后三十几年来,自己只是帮自己老爸还了一次钱,还要是,我那个长辈帮他还到二零一几年才还完的,大哥你们计一下,一九九零到二零一几,少数怕长计,可能不需要帮他还, 我这个长辈有多层楼都不知道的,这些人真是,哇,黑人争到一个点,如果你们是我这个position,首先我不能够说任何东西,因为什么,我个朋友说,你说,喂,为什么要你做,当然了,你是最小的那个媳妇,排之论背,当然是你,我真的,我回乡下,我不知道是有一个长辈过世,还是旁边村里,哪个人计算盘都是亲戚那些, 我呢,去出席他那个桑栗的时候,是要走最后的,因为我是最,我是没有宾州,然后我两个弟弟有宾州呢,他的老婆都走在我前面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香港有没有这套东西呢,我不知道,反正我去乡下是有这套,喂,我乡下是开平啊,大家有没有这个我老爸的乡下,就是有没有这些,中族啊,大家叫做make a friend的, 哇,你也是我同乡啊,那好吧,这个女人,就是几十年不做事,那当然啦,作为亲戚的,没有一个人敢去challenge她呢,她觉得她自己很成功,教育到个女儿呢,很有这个,很聪明啊,很有礼貌,很佳教,她经常challenge我,就是说,你经常给她电话的儿子看,不行的,那当然啦,这里我是做得不好啦,我明白的,但是呢,她的女儿呢, 哎呀,我真的不讲女儿了,就是一讲,又说什么讲小朋友,当然啦,小朋友,就是好像狗那样,狗和小朋友呢,你教得不好,绝对是主人的问题,你看姜训练师韩国那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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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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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要先看他妈妈,问他妈妈 然后他说,我吃饱了,我可不可以走开? 每一样东西都要问,哇大哥 主导有时常说我管他,我说你收皮,你那里来那里去 我得鬼闲管你,我好像一个正常妈妈 我所有 attention 都是 focus 到我的儿子 我真的完全不会理会主导有想做什么 当然,我一闻到味,我就会告诉他,打什么 就像我昨天举过例子 我说,你全家都不跟别人说你真实的想法 不行的,有爱,你要说出来 有不满,你亦要说出来 就像我说了很多次 结婚之后,生小朋友之后 他有一个女同事,每一次知道有在IG出post 他都会秒赞 然后我就说,要是你blog了他 要是你就以后不要update你的IG 那他就选他blog了那女儿 我忘了是我帮他blog,还是他自己blog 反正我要告诉你这个行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intention 还有你在他的交往 工作上的交往是有多深厚的情谊 但是我不要见到这个结果 然后他就跟他的朋友说 神经病,我老婆 什么什么什么 这么少东西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不接受 什么是秒赞 喂,大哥 我哪个同事,或者朋友也好,亲戚也好 我不会在人家第一时间 永远是要做第一个 在IG那里赞 当然,是不是 IG可能是很想show off 他自己的训练成绩 在IG上post他那些大张照片 电单车照片 挖到爆 他觉得自己挖 我就觉得他挖到小眼 他就觉得,我要给人看 我要威,我要多人赞 我要多人说我很聪明 我觉得你自己的满足感 或者觉得成功感 不是在那个like数那里 表现到给人看我有多成功 或者我的健身效果 或者我的婚姻 或者家庭生活有多未满 从来不取决于网上 别人对你的comment 好了,自从这件事之后 我就跟他说 我说了给你听的了 我有些什么是接受 有些什么是不接受 我拜托 我不想等到 你在哪里哪里被我捉到 你在撕着的避孕套 我先进门口踢你 我不要在那个moment 看到你 我现在要把所有东西 扼杀在遥南里面 OK? Is it clear? 是吗? 我要把这个message 正确安全地送达到给他听 我要告诉他 这一条是我的条 你不要越界 如果越界的话 我就会有相应的惩罚给他 无论是言语上 肢体上 肉体上的惩罚 又或者情感上的 你造成的烦摇 我要让他知道有多麻烦 如果大家觉得 为什么猪狗友有时对我言听计从 就是所有东西 我是很准确地表达到 告诉他什么是可以 什么是不行 他经常说 我可不可以 跟朋友去大陆开车 又或者去台湾玩到游 我要去日本开车 我说我从来都没有说过no 你不要在那里 整天摆我上台 觉得你的朋友 觉得我是神台猫屎人 见人争才可以 你自己 他说他之前想纹身 当然我还有这个 我就是觉得 纹身一定是有问题 或者是疼 又或者是 可能有些小朋友 哇 整只手炸了 我就会觉得 你是不是经历了很多很多 不为人知的事情 我是对纹身有一个既定的看法 但是你喜欢纹的话 那是你的肉体 你妈妈都不出声 我都是借 我不借的了 结婚生了 我也是不借的 我都是一时三刻 这样被逼和你发生性行为 碰到你的肉体 那你想纹身 不关我事 我的儿子想纹身 我都不会说no 但是纹身 和洗纹身的钱 你不要要我出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有钱 我不管你十三岁也好 十七岁也好 去做这个part time 有收入的话 你喜欢画个中葵在你背脊也可以 是不是 不关我事 又不是我痛 样子又不是我样子 反正过了某一个特定的年纪 我就不会再供养他 我不会像那些几十岁人 还要和老爸老母住 还要叫老母洗衣 煮饭 拖地 一些东西都不做的巨婴 妈宝 喂 柱队有某程度都是妈宝 来的 只不过我是 训练得好 大家 不服来变 不用名言 那就好了 说了这么久 终于说到他 为什么我不想他跟着去深圳 这个女人呢 这个女人呢 是真是极度麻烦之能事 我就眼见有很多 一阶大小去深圳 去日本玩 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 spatial的亲戚 只是节日限定 真的不要回来 他回来搞得神僧鬼厌 大家都没意思 他呢 是从来不按别人的计程度做事 即是说什么呢 我跟你说了十点钟 我要在哪里哪里集合 我要去出发去第一个check point 又或者是在酒店房 喂 吃早餐了 你去不去 不回覆 然后呢 你吃完了 他就说 你为什么不买我 有时候买回来 没有酒店早餐那些 你为什么不留给我 他就说 喂大姐啊 你不回覆 我怎么知道你吃不吃啊 然后呢 就是一定要送进嘴边 还要挑三挑四那些 还有呢 别人呢 去一个check point 他是 我不是在说长龙 是any time every time each time 他是每一次 他是按自己的步伐 我要一个很peaceful的心情 去走完这个商场 我要看完每一间店铺的衣服 是不是啊 你们走完啊 你们就站在外面等我 是不是 我没看完啊 我还要试啊 试多久 一个钟起啦 通常呢 我就不是港女啦 我就不会打卡拍照那些啦 我还没叫过一些男子 又或者观音兵的人 在那这样stand by等我啦 可能他是富贵命啦 我都终于说了一句啦 我在家庭group 当然没有他啦 我就说 有些人呢 没有富贵命 就有富贵病 是的 除了他这个不按集体行动为依规的行为呢 他还有一个 他说他星期一呢 他没走啊 但是他要搬箱 搬几个啦 今次他呢 就要求我 叫我的姐姐 去那个长辈的家呢 帮他手清洁 那么我就跟阿珠道友说 我说啦 我呢 作为一个外人呢 我就不方便说这麽多 是吧 我也不想呢 一点就着那些爆炸情绪呢 带到给你们家人 但是 做人是不是要有此有终呢 自己的事 麻烦自己做啊 是不是 你叫我的姐姐去帮你? 有本事你就请那姐姐了 你搞到别人家里乱乱了 你是不是应该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清洁 而不是谁有工人 你叫那个工人来帮忙就行 Holy Cowboy 好了,我今集讲到这里 如果你们有些亲戚 我都希望分享一下 听一下你们的版本 你们的故事 唉,真的 啊,是的 我想标题的时候 突然想起他还有一件事 真的太过分 他住在一对老人家家 他竟然就说 你买了包吗? 这个包吗? 我要明天做早餐 怎么不知晚上的时候 我个儿子就去他们那里玩 我个儿子就跟他的女儿 就说,喂,很饿,吃点东西 那他就吃了 然后第二天他就黑面了 他说,喂,我昨天说了这个包 我要拿来做早餐 为什么你们会吃了 首先,那个包呢 不是他卖 第二 他是没有给他任何钱的 在这里住这么久 第三 喂,那个包啊 有一半是你的女儿吃的 这样都要发烂炸 这样都要黑面 哇,真的 几十岁人都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 怎么说呢 什么成长背景 会令到一个人的 behavior 会这么差呢